花193线松浦万利路桥北侧 在上午10点左右 有一部三吨半的冷冻食品货车 不晓得为什么撞上了路桥护栏之后 直接侧翻倒在道路中央 货车驾驶全身多处插错伤 被消防人员松衣急救 而由于货车占据大半个车道 交通一时瘫痪 警方在三个小时之后才顺利排除 让交通恢复正常 27岁的张信驾驶开着三吨半的冷冻食品货车 直接冲撞路桥护栏 接着撞断路灯后 车翻在路桥道路中央 车头右侧严重毁损 汽车零件喷飞到路桥下民宅大门前 屋主直呼好恐怖 睡觉啊 然后他的休息 我听到蹦的声音 他死了 在中立加速度的作用下 造成了张信货车驾驶全身多处查错伤 经消防人员检疫处置后 赶紧送往医院救治 货车撞击的当下 发出巨大的声响 附近住户以及来农会松浦分布 洽工的民众也纷纷出来查看 看到货车侧翻的惊悚画面 也饱受惊吓 就听到蹦很大声 我知道他自己放好 应该是爬上去 精神不可能 会不会太累了 难的 刚好他都有前面轮带 一个上去倒 这一起车祸事故事发生在今天上午10点左右 这部冷冻食品货车行经193线松浮万利路桥时 不知何故撞上路桥护栏后 直接车翻在道路中央 宅小的路桥被货车整个占据 导致了南北交通一度瘫痪无法通行 经警方努力之下 三个小时之后才顺利排除事故路障 恢复正常通行 至于车祸发生详细原因 警方也正调查理清 今天是玉兰玉礼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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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